啊 哪来的快递员 送快递的也配来泡妹子 小哥哥 他们要强行带我走 你快救救我 怎么 你还想上演个英雄救美 大庭广众之下 你们几个胆子可真不小 关你屁事 三个普通人而已 那我清点好咯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了 行 我懂了 小哥哥 谢谢你了 对了 你叫什么呀 苏宁 举手之劳办了 那我就叫你苏宁了 遇到那种事 我看你还挺淡定的 这个啊 不知道为什么 我很受人欢迎呢 久而久之就习惯了 这样啊 那我们差不多 对了 这妹子这么容易就上了陌生人的车 我跟她还是有区别的 苏宁哥哥今年起岁了 苏宁哥哥有女朋友了吗 哎 苏宁哥哥 你给我安静点好吗 哦 到了 就是这里了 喂 别睡了 别下车了 南海街新安街道第六号 吉祥轩 就是这儿了 请问有人在家 我回来了 你住这儿 还有这么巧的事啊 你的快递就放着吧 这不行啊 我必须亲自送到她手里 你要等小白的话 她可能一时半会儿 回不来哦 那我要等多久啊 你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吗 你很急吗 我知道她在哪儿 你要不跟我去 去 赶紧走 走 小白就在上面了 哇 我们上去 站住 这是你们能去的地儿吗 我们这不是观光邮轮 先砸人等快滚开 你什么态度啊 我们不是来观光的 我进去找人 来咱们这儿的都是各个企业的董事长 家族的家主 都是有钱有权的主 你一个送快递的能找谁啊 狗眼看人爹 送快递怎么了 ,睁开你的眼睛看看 我有多少存款 我靠 一个亿 抱歉 既然如此去那边排队吧 那边排队 为什么这边不能排 果然啊 这个安保散发着奇怪的气息 要不要显露身份呢 我真不想排队啊 我有办法 看我的 哇 原来在这边排队 能更早地见到白先生啊 这么重要的消息 你怎么能藏着呢 手 你看 大家都不知道呢 这边是捷技 冲啊 我要第一个见白先生 你们别听他乱说 我聪明吧 快快快 我们也趁现在挤进去 别推我 我自己会走 站住 你们两个可恶的家伙 虽然刚刚只有一瞬间 但我能感觉到你涌出的真气 你果然不是普通人哪 苏宁 看来这次除了救小白 还有别的乐子呢 我去 这么重视吗 我是不是换身衣服比较好 有点害羞 上官巫威应该也不自在吧 再给我来一只帝王蟹 五只鲍鱼 还有三个鱼子巷 哈哈哈哈